VSA的外观其实是给到我很多的精神 那么内饰的造型 大家要知道 这台车它的预售价是22万到31万 那么我们实拍的这台应该是顶配车型 预售价大概在31万左右 那么曾经有人称这台车是平民版的Lexus 但是我觉得基于这个预售价来说的话 这样的表现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同感 毕竟价格到了对吧 那我们细节来看 其实这台车它的一个整体的内饰造型 依然是保持着非常传统的梯形布局 非常传统 但是传统有新玩法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台车的一些细节的设计 首先这个方向盘也是丰田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全部的真皮包裹 然后多工的按键都有 用起来的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两个12.3寸的液晶表 液晶中控大平 这都是有的 在这个时代 这些东西是必须有的 所以这台Visa也是紧跟潮流 而且在你能够触摸得到的地方 比如说你看中控台上方的一点点 然后附加直接前方 它不是用了这种糖素的软心台 就是用了这种皮革的去包裹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软包的 连中央的这边 中央过道上面也是用了这种软包 而且他用了这种棕色的配色 整个让车内的一个档次感真的是油然而成 老张就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OK 然后在这个中控屏内部操作也比较流畅 不过可惜的是 UI的造型还是比较的复古 有诺西亚时代的感觉 然后在空调出风口的两侧我们可以看到 他用了这种镀隔的材质去做一个包裹 所以让车内的精致感还是提升了 而且之前老张经常说 丰田它是所有合资品牌里面是最最会克制成本的一个车 但是我觉得它在Visa这台车的内饰里面 不惜一切 想让这台车变得很豪华 很有档次感 所以你看镀隔的材质随处可见 皮革包裹随处可见 然后整个空调的控制器 也采用了这种触控式的一个面板 所以用起来的科技感也是非常OK的 再往下是一个常规的储物空间 不过这个储物空间也挺有意思的 它长得比较深 你看我老张拿出我自己的手机 然后往里面塞 在电头里面都看不到我的手了 很里面 所以拿和放都不是特别的方便 这样的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开车不玩手机了 因为太难了 就不玩手机了 这是在安全驾驶方面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然后点火开关也是移到了 这个空调控制面板的下方 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 内部的话有两个Tip-C的接口 和一个USB的接口 然后这边的电子手刹 Auto Hold 然后以及一个驾驶模式的选择 它竟然放在了这个挡霸的前方 其实是有一点违和感的 也不是说违和感 就是不顺手 看我用起来的时候不顺手 人体工程学设计 我觉得这一块做得不是特别的好 像很多风填车 比如说岭上 雷岭什么的 也是坐在这里 我可能是设计师偷懒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移到两边 或者再往后一点 这个稍微往前一点的话 整个用起来的顺手度 人体工程学会做得更好 OK 然后这挡霸的造型也是非常的风填 下方是两个开放式的杯架 这个地方有意思 这是一台顶对车 所以通风加热都在这里 那么一般很多车型的设计 会用一个这种调节的双开来验一下 它做了四个独立的按键 加热就是加热 智能就是智能 我觉得这个简单明了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而且后方 你看用到了这种有纹理的试板 类似金属的试板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丰田真的没有特意的去克制成本 而是想让这台车真的是往豪华的方向去发展 好 打开这个中央扶手之后呢 它还有一个隔板 还可以让你再放两个银标什么的 但是这个上面写着 不允许放银标 那套这两个圆圈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搞 OK 然后整个内部的 其实中央扶手内部的进身是非常OK的 好 把它关起来 再来说一下前排的这双座椅 那么这双座呢采用了一体式的造型 记住了是造型 它的前排的头整也是可以调节的 这一点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左右两侧的这种护翼的宽度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 看把脑脑要完全给包裹住 整个做起来是感觉非常不错 而且坐垫的填充也比较柔软 就是坐垫的长度一般 所以呢 对于我大腿的乘坐坐的比较一般 长度开车的话可能累那么一点点 好 那么整个前排就像这么多 接下来去看一下后排的表现 好 那么我现在来到了威斯塔的一个第二排 那么这是一台中线SUV 所以整个后排的空间呢 是没有必要去担心的 可以看到前排是我刚刚调节好的 驾驶对坐姿 一全两全两全都一到两指的一个距离啊 非常宽敞 然后头部空间的话 有一个非常大的拳击天窗 这个拳击天窗好像还用了分段式的一个造型 它中间有一根横梁 哎呀 安全性是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车门板上啊 我仔细地发现 它和前面的车门板是一样的 也是用了类似这种金属拉丝的一个试板 看起来的话 其实豪华的氛围是有的 档次感也是有了 好 然后后排的话 它是支持座椅靠背角度调节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嘿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直的一个座子 然后完全躺下 嘿 这样躺着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可惜的是 它这个头枕有点 嗯 爬起来有点小 搁得我这个后脑稍不是特别舒服啊 虽然有三个独立的头枕 OK 中央扶手的话也是有的 打开之后 常规的杯架也都有 然后这个后排的坐垫呢 说句实话 我觉得填充稍微硬着那么一丢丢啊 比前没有前排那么软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支撑线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OK 那么这是一台顶配设计啊 它是有电动四驱的 但是呢 电动四驱嘛大家都懂了 是吧 其实后排完全是可以做成纯平的 但是它中间还是做了一定的凸起 好在就是整个凸起的宽度非常的宽 你看老张两个42码的脚放在上面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中间坐乘客的话 它可能就是腿要这样抬着 那么坐垫对它的支撑就不到位了 所以中间坐乘客跑长度都还是有点累的 而两侧的话 其实你看坐垫的长度是够的 对我的大腿支撑也是非常OK 然后后排的话 也有这种舒适性的配置啊 像什么独立的空调出风口啊 以及独立的充电口都是有的啊 然后呢 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 这里呢 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它前排这个中央扶手 它上面的盖板呢 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那么一般前后移动呢 就是为了方便前排的驾驶员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对吧 但是看好了啊 现在把这个往后移 哎 看到没有 它是可以往后 其实蛮长一个距离的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一是会影响中间的一个乘客放脚 然后顶到这个东西 二其实你看我出去进来 也有可能 有时候如果操作不好的话 就可能顶到它 这个设计 我觉得后期工程师可以想办法规律一下 好 那么整个后排就要这么做 接下来去看一下后备箱的表现 打开尾箱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VSA的后备箱内部空间 其实是非常规整的 而且它两侧这种内侧的后轮拱 没有占据太大的一个后备箱空间 不过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 它这样一个类似溜背的造型 还是侵占了一部分的一个垂直空间 你看这个斜度 所以说整个能够利用到的 这个后备箱的空间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高的一个平面 而且这台是你看到没有 它的地台真的非常的高 都到老张腰这里了 你看我坐上 我坐上去还可以啊 可能是我比较高 但是如果身材娇小一点的小姐姐去 拖拉一些这种比较重的行李商的话 还是有点累的 那么打开这个后备箱盖板之后呢 下方是一个备胎 在备胎两侧 其实有很大的空间赋予啊 后期小伙伴们可以利用一下 这个内部的空间 而且呢在后备箱这里啊 我还看到了一个 Gobio的音响低音炮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在整个车内的音响系统 或者说开车听音乐的感觉 会非常的不错